战术任務訓練是特戰部隊每年最重要的訓練之一 今年特四營 實施限定戰術 負重行軍等多樣操演訓練 維持部隊作戰能量 而空軍司令部也推出了影片 強調在春節期間會堅守崗位 為守護國土做好萬全準備 加油 有沒有息息 有 全隊有息息 超級步槍 一面射擊 一面推進 國軍弟兄們模擬奪取敵軍重要基礎設施 每個人眼神專注 不敢有 一絲懈怠 在特戰官兵的引導下 UH-6動M黑鷹直升機完美降落 頂著巨大噪音 強烈封壓 也要完美完成任務 他們是陸軍特戰部隊 無論是夜間負重行軍 又或者是搭乘載具出擊 通通難不倒他們 士兵操演 所以官兵可以非常了解到 當他作戰時 他要到哪裡 然後他要去地緣或支援哪些單 我能清楚知道說他要去怎麼處理 陸軍特戰部隊釋出戰術任務訓練影片 展演所有地空邪訓等任務的訓練實境過程 戰術任務訓練是特戰部隊年度重要訓練之一 除了實施限定戰術 負重行軍 戰術機動 應用射擊 地空邪訓等 小部隊戰鬥也是重要的演練任務之一 其目的就是要提升國軍在戰場上的應變能力 維持部隊作戰能量 同一時間 空軍弟兄們也沒閒著 喂媽 媽我之前過年都說我就不回家了 空軍司令部釋出影片 強調春節期間 空軍已經做好守護國人 領空的萬全準備 政隔代旦 讓國人安心過好年 你的新年 我來守護 記者綜合報導